今天是端午佳节 端午佳节中华民族都有吃粽子的习惯 目的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 屈原 那网上有很多讨论 你们是认为贵族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楚国怎么着也好 新加坡总理 叫李显龙 他在Facebook上面发帖庆祝端午节 还引用了屈原的那首著名的诗句 路漫漫其修远西矣 五江上下而求索 这个诗句的意思 其实是想表达新加坡战胜疫情的决心 这也是屈原对理想的追求 路漫漫其修远西 五江上下而求索 作为端午节的祝词 愿大家安康 赶紧 当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